顏冬啊 怎么这么晚了你姐还不回来啊 肯定加班呗 你说老这么加班那身体瘦得了吗 不行我得到店里看看去 妈 您打个电话就行了 何必跑一趟呢 懒得跟你废话 妈 我去我去 我帮你把姐带回来好不好 这么好心啊 你是不是和你姐背地里搞什么鬼啊 妈 你就是疑心病太重了 我帮你把她带回来啊 怎么人不在店里啊 喂 姐 你怎么不在店里啊 老妈喊你回去 我有事情要处理 你叫妈别等了 早点休息啊 晚点回去啊 你这是约男朋友去看夜景 再吃点宵夜是吧 想什么呢你 这就是我们年轻人的想象 这叫做自行脑补 行了不跟你贫了 记得跟妈妈说一声 好知道了 这又得想个理由 不然 老妈又得烦老姐了 丁总 你终于回来了 发生什么事情了 没什么事 没什么事 那许墨尘来消失光年 把样衣和设计搞得拿回迪埃了 是不是牧总监反悔了 不想让我做样衣了 不是牧总监 是我 我让许墨尘去的 我害怕迪埃的样衣再泄露 也担心你会再被诬险 你的担心没错 我也不想跟 剖妾成长关系了 我能理解的 既然知道原因 我也就安心了 丁总 晚安 是 知道你说的并不是实话 你是在保护牧总监 我乐于接受 如果我又言下那么豁达 也许 就没那么多报复了 你也许 有什么事 我只能奔述 你也许 没有什么事 我真的不想要 你不想要 绝对 你不想要